四级、五级,从产业链条里面,没有说共本的不同,基本上还是在同事这些行业,但五级会有更多的企业谈与进来,除了传统的企业谈与,我们现在四级那时候那时候的企业谈与不多,那么五级上不会谈与不多,因为这是一个计算,整个模式的变化,这是由产业链条来讲,但是大规模的投入,人家会带动产业链条, 产业的企业,大家都在盼着这个五级的应用,包括手机,那么现在更多还是说是这个物联网的这种应用,这是说从运营商端,看上去还是企业部分的老闭地到家,但我这边现在除了手机以外这种应用,更多的应用场景会更加丰富了,那么五级出现之后大家正常谈的物联网会获得恢复的发展,再终涉及到工业的产业链,会有很多很多 跟很多人,每个人都会参与到,除了一拿手机以外,每个人都从各种传练设备的家庭,都对这些物联网会说有不同的,每个人除了手机以外,但这基本也是这样,物联网会这个产业链条,为工厂,是什么 时间关于它不断,咱们在5G上面有什么样的布局呢,我们现在一方面为了5G相关这些技术,我们再积极来这些推进,刚才讲FV,编案计算,这是我们本来很大的优势,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,第二应用的场景,有外表,一块来定义的场景,刚才说像流媒体视频,这就是很好的5G的应用,那我们现在讲OTT,四开,中央央视觉都用我们的,我们现在包括公共互联网这种应用的场景, 社会从事的建设,公共互联网这边都会用到这种这种,那因为咱国家在5G方面处于什么样的水平的存在? 我认为现在国家一方面说,从这些设备购用商方面来讲,产品购用商方面来讲,国内现在跟国际上基本上出的东西水平上,是吧,有精彩的很强,而且国内也在单单上的,首先在加快推动5G的商应,这种适应,我认为有点说,还是比较先进的,比较先进的,好吧,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